今天咱们吃一个不一样的 东北吃法 看没 酸菜五花肉 炒土豆条 这个 十块钱一盒 黏豆包 我们小区的一个群里面 他们拼的 说是挺好吃的 我也拼了一份 不过味道还香 看没 这样子 东北回去我给煎了一下 酸菜跟大蒜是绝配 带点汤好吃 看看蘸点汤 看看蘸点汤 你看这个嫩点汤 一盒豆包挺好吃啊 我看他们群里拼完之后 有人说 有人会反应说这不好吃 挺好吃 而且 它就是手工的 里面都有大豆 对它就是手工的 人家拼到时候就说是手工的 小区群里面干啥的人都有啊 哼 过两天的水腌的酸菜我还得要点 它这个酸菜可好吃 稀饭 好 我们的手续有一个东北老太太 看 做的酸菜 特别香 还有一种白颜色呢 说一下 白颜色就是糯米 这个是啥 是花米 那是白颜色的好吃啊 那是白颜色的好吃啊 这真的也很好吃啊 酸起炒醋豆条 喜欢吃的可以试试 我一直在网上看到人家说好吃 我说今天咱也做一个 我说今天咱也做一个 我先吃了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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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做的豆沙 你看还有个大豆子 嗯 喝吧 喝吧 十个前几个十个是吧 十二个 喝吧 有很温泼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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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